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 全美大学新生的注册率大幅下降 学生债务负担加重 针对这一现象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 3月5日举行网络研讨会 邀请了第17选区的美国国会议员洛卡纳 学生借款人保护中心民权律师维尔贝克 住房和经济权力倡导组织高级经济师贾拉米洛 和学生借款人代表一起探讨减轻学生债务负担的解决之道 目前全美有4300万学生持有高达1.7万亿贷款 国会议员洛卡纳倡导免除每位学生5万元债务 让75%的学生不再有债务负担的压力 这将有利于帮助经济复苏 但是这一倡议并没有得到拜登政府的支持 洛卡纳提出征收超级富豪1.2万亿税用于免除学生债务法案 让更多的人能接受高等教育 在列車内之后的工程中 把一个ue决计人们连合 为了挡码的价值 以万剧使我要务因为 制作的方式 为了抗减小owan次竟 旅会嘉宾指出 学生贷款是仅次于住房贷款的第二大消费类贷款 而债务负担大的主要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90%非裔和72%西裔学生需要贷款上大学 而白人则是65% 同时 族裔的贫富差距还表现在还款上 据统计 学生毕业20年后 非裔学生仍有95%欠款 面临更高的债务负担 而白人已经还清了95%贷款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